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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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國手周天成 在場上 一向給人沈穩印象 直到最後一刻 才會忘情納罕 發洩情緒 這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 周天成 從國小開始接觸雨球 對他而言 這顆小小的羽球 帶給他不同的人生意義 有一個高中教練吧 鄭永成教練 那他其實國小就開始帶我了 他給我一些 不管是對任何事情 不管是羽球啦 還有任何事實上就是 就是一個很專心的態度 去面對這件事情 他這個態度就是會影響到我 然後我也是 隨時備戰的感覺 就是 就影響我很多這樣子 2012年是周天成的第一潮期 做過2012倫敦奧運後 周天成一度覺得自己不夠好 他在歐洲征戰大大小小的比賽 不但可以多加磨練自己的不足之處 也能多增添點信心 當時覺得是自己實力不夠 雖然是有一些小戰的冠軍 不過就是 經驗拿到非常的多啦 因為 毕竟就是打到路上比賽 因為之前都是打一些大型比賽 那可能就是一兩場就沒了 那可能經驗吸收沒那麼好 那打到那些成績比賽的時候 才慢慢開始了解說 比賽的節奏啊 去怎麼去掌握這樣子 回動手中的球拍上萬次 打了上萬顆球到理想位置 周天成一而再 再而三的苦練 都是為了把自己 還不夠好的地方點到好 歷經2012年的第一潮期 今年達成前進禮約奧運的夢想 就是把自己該做的 自己該做的訓練 自己該做的事先做好 就是希望這次 不只是可以拿到門票 而且還有 就是爭取奪牌的機會啦 很多國家的選手也是 為了奧運的獎牌 那會很困難 所以一定要比別人還努力去做這件事情 周天成努力往夢想前進 雖然一路走來並非順遂 但他從不後悔 現在他不是孤軍奮戰 靠著神的指引物理治療師的協助 解除他心裡的壓力和調整體能狀態 默默跟他說 如果你當我進決賽 我就心急這樣 然後結果 真的就進決賽 因為那種等級的比賽 從來沒有進過16強 然後就是 這樣就突然第二名 然後會有一個寄託在那邊吧 其實進來一開始 兩年 我覺得自己進步不大 然後後來是 接觸到我的物理治療師 他給我一些動作控制上的改變 那就是開始慢慢改變我 因為我打法比較有費力 所以他就是給我一些省力的方法 然後慢慢去改造慢慢去改造 然後再融入比賽 周天成十幾年的生涯 從小時候的懵懂無知 到現在成熟成穩 對他而言 殺球展現的是爆發力 鋪球展現的是求勝決心 周天成要告訴大家 禮約奧運 我準備好了